这只小灰的名字已经起好了 就叫芝麻团子 经过一系列激烈的争夺 它来的第一天 就成功拿下了 摔卡丘和傻姑娘的女儿 也就是说这只芝麻团子 成为了皮卡丘和傻姑娘的女婿 而它俩呢在一起非常的色情 对色情 这只呢就是牙丘的女儿 小皮牙丘 但是已经长大了 比她爸还胖 小白呢 是在特意的途中流走 现在只剩下这只芝麻团子 当然 它们有机率去产下 英雾蜀宝 有很大的机率 可以看到它俩非常喜欢腻在一起 这是芝麻团子 希望大家喜欢这只 新来的 车年苍鼠 因为我看它的样子 大概应该有一年了吧 因为不算是那种年轻苍鼠 长得 挺壮的 跟着小腿登的 不久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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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